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焦雄熊廠 今天是台灣土地公廟奇景EP4 前一段時間 土地公生日嘛 所以呢 我有向當地的管區 官窟啦 人家說土地公就是官窟嘛 報備一下我有這個系列啊 希望他可以讓我拍片順利這樣子 今天3月4號是土地公生日嘛 那我也拍了很多這個系列 所以今天當然是要拜一下 我們家附近的 好熱鬧喔 現在買完之後要寫這個 書文啦 趕快下一個啊 直接把它下節 公司很好 英雄日常 OK 我現在拿槍都拜完啦 貢品也貢上來 接下來就是等待 接下來把福利拿出來 你怎麼拿得那麼精心啊 要不要直接把它打開 直接把它打開 對 對啊 現在就是大條在放錢包啊 先在條放錢包啊 那就OK啊 希望可以保佑這個系列齁 順利平安的拍下去 所以呢 今天這個系列要繼續延續下去了好不好 今天要尋找的是位於南投的齁 石頭上的土地公 喔 這真的蠻神奇的 各位看一下照片 它是直接把一塊巨大的岩石喔 當作它的地基 直接蓋在上面 然後原先初代的設計呢 為了讓人家可以順利的爬上去嘛 它是用鑿的齁 鑿出石階出來 那因為是南投的國姓鄉嘛 那邊是客家小鎮 所以呢 客家人稱土地公為伯公 這是怎麼發音 可能要聽一下客家童謠吧 不是啊 這一首完全沒講到啊 大人是不容易的 才夠閒戟的白宮 白宮 好啦 反正就是 土地公在那邊稱為伯公 傳說呢 蓋在大岩石上的土地公 就只有這一間而已 整經廟的園子呢 也不是一開始就在石頭上 它是經過八七水災之後呢 才嵌到那邊去的 目前看起來呢 雖然是位處偏僻的地方 不過呢 那個路並不是很難走 喔齁齁 哇齁 哇這驚人的距離是怎麼回事 一百八十七公里 好就是這樣啦 適不遺遲 出發 吃飽飯就可以上路啦 尷尬一點現在是已經快四點了 然後現在溫度真的有個爆熱的 還有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喔 一百三十四公里 你從來都沒錯過 總是我想的太多 喔 經過長途跋涉 終於到國姓祥啦 目前有十二分鐘還有八點五公里 就能看到廬山真面目 所以呢還要再往山中前進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五點半 到那邊沒人意外的話呢 大概是五點四十幾分 快到了快到了 哇 那一戶人家很怕人家撞他耶 對啊 而且他還有護衛犬耶 好帥喔 哪裡啊 哇塞 右轉吧 哎呦 哇 欸 這截圖要大顆耶 抵達了齁 然後比想像中的那個石頭還大一些 原本以為只是一塊小小的 阿廟鐵小小的 結果不是耶 欸他這個廟跟這個石頭都很大顆耶 下去看看 我先看一下這顆石頭到底有多大顆 這是一顆石頭嗎 如果是單純一顆就蠻厲害的 看一下前面是張張 哎呦 角度好像是從這裡喔 還是看不出來是不是一整顆完成的石頭耶 我再過去看看 聽說這邊土地公的神像很可愛喔 真的喔 真的 我要去看 好啦 去看看 欸 我覺得我想要走原位的耶 看一下原汁原位的 好像有點冷啊 對啊 山上沒有冷 而且很多小黑的小黃小白 看一下哈 來 原位的 好 先幫我開錄一下了 這個就是當初找出來的啦 這是原本廟的階梯 後來才有那個新的 原本以為只有前面這個小廟體啊 沒想到後面還有耶 所以這一整塊石頭 上面的土地公廟 踩起來好扎實喔 現在五點多快六點 天色比較暗一些 然後在岩石的基底上 它其實還有在 鋪石頭啊 用水泥做加固啦 所以也不是真的就是把土地公直接硬卡在這個石頭上 哇嗚 哇嗚 這邊都還可以看得到原本的階梯 它等於是把它包在裡面 從那邊上來 廟體 它這個廟上面還有一個鐵皮來保護它 先看一下視野好不好 嗯 它就是在石頭上面在鋪平啊 不然石頭凹凸不平根本沒辦法蓋 你們現在想像這些紅色的東西都不存在喔 就真的是石頭上面的土地公廟 上面那個遮棚也不在 喔 這樣就有feu了耶 欸 這樣很有feu耶 哇 可能是安全考量吧 或說 拜拜方便吧 就蓋了這些啦 這樣有點可惜喔 反而很想要看它原本長怎樣耶 對啊 這都加固了 加固了廟體了 看一下啦 聽說 這個神尊很可愛耶 哇 我還是覺得很可惜耶 但是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應該會更有神秘感 不過 確確實實 是在石頭上的土地公廟 而且石頭超大 這從照片應該感覺不出來這有多大吧 今天來南投呢 其實還有第二個 也是跟石頭有關係的 但是呢 是元寶 它長得像是跟元寶一樣的石頭 好 接下來是國姓鄉的境內 那是一個元寶土地公 距離石頭上的土地公呢 過去大概12公里啦 現在時間已經是6點了 哇 哇 這個比想像中的有規模 因為這算是零食增加的點 所以我剛剛稍微做一下功課 發現它這個其實是沒有土地公的神尊的 它有一個石頭 等一下看一下 然後呢 有108顆原石 都可以轉動 聽說也是蠻有名的 看看吧 都來了 哇 天色太暗了 欸 這個啦 這個要先摸一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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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來這裡要先摸一下鎮店之寶 欸 拜託一下啊 拜託一下啊 欸 上面有錢耶 欸 其實我對那個蠻有興趣的 他說這108顆原石都可以轉 從這裡開始了啦 開始轉啦 我們要有始有終啊 要轉108顆喔 108喔 嗯 你繼續轉了 你在那裡轉是正確的嗎 哇 這1顆好鼓溜喔 這1顆超鼓溜的 對啊 10號 我記起來了 10號好鼓溜喔 13 14 15 16 20 21 欸 這顆怎麼 動不了 哎呦 這顆藏在裡面的喔 這樣啊 被我找到了 哇賽 這有多少啊 天啊 那我先認真轉一下 喔 這裡還有耶 你看這裡 34 35 36 39 OMG 這延伸到哪裡去啊 怎麼看 啊 頭都剔了 39 40 40 欸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啦 奇異啊 在那邊製造恐慌耶 這已經黑到都看不到路了耶 這幾盒啊 看不到 啊 等一下有再上來喔 沒有啊 那是75嗎 你要確定耶 7575 哇 你專業轉的喔 結束 水喔 這樣可以去拜拜了吧 沒有 轉那個最大的 對 結束了 接下來挑戰最大顆的 池乃千魚精的原始啊 順時中要心存散念轉喔 開始 配合著音樂 對 再歐記喔 這個算指尖駝駝駝 欸 阿北公阿北公 這麼大的指尖駝駝駝 我覺得 越轉越舒服 對啊 如果每天早上 可以起來轉這個 老人運動 是一個蠻好的運動 對啊 哇 而且很扎實的感覺好好喔 是啊 這感覺很好耶 這玩最久的是這一顆 對啊 這邊真的是沒有神像喔 上面寫福德震神香味 我看到一個超厲害的耶 你看這個平衡 欸 這可以轉喔 要慢慢轉喔 哇賽 我怕它掉下來了 石頭轉完之後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吸收 好的各位 原諒我在這麼黑暗的狀態下呢 做一個結尾 如果各位有什麼土地公廟奇景呢 歡迎視乎我的IG 這個系列呢 麻煩大家把站按起來 讓我更有動力去尋找一些台灣的奇景 那目前的備案呢 有水中土地公廟 那其實已經收了不知道幾千則訊息 我也找到很久了 但是呢 因為苦合法的管道 像搭小艇啊 或是說船啊 過去都要申請或是當地里長的配合啊 所以有相關的人員可以幫助的話呢 歡迎來私訊我 還有一個呢 就是升降的土地公 這我也找了很久 但是呢 它只有在颱風季節 或是說 洪水來的時候 它才會做升降調整 甚至呢 它連颱風來的時候 要不要升降 都要把握不會勤勢土地公 所以這個奇景非常的難拍到 那如果有相關單位的話 可以提供 那當然是最好的啦 好了各位 那就老上次 Jagg Miao See you